下面我们看一下建筑钢材 对于建筑钢材而用 第一个呢 第一个首先就是我们的表示方法 比如说HPB HRB 那么第二个 怎么样 就是关于建筑钢材应用 第三个就是关于相关的性质 你要注意关于比如说力学性质和工艺性能 主要包括这样三个方面 那么课本中呢 第一个总共包括了 第一个讲了碳速结构钢 第二个优质碳速结构 比如呢含蒙量比较高 第三个普通低合金钢 一般的合金元素不超过5% 第四个常用的建筑钢材 比如说钢筋混凝土 钢结构 钢管混凝土 第五个钢材性能 包括力学性能和工艺性能 在复习室重点把握 第一个碳速结构钢 第二个钢材性能 这两个优为重要 当然钢材本身就是一个核心考点 那么一核五优为重要 那么首先先看一下碳速结构钢 那么关于排号和性能 按照力学性能和化学成分含量 那么包括什么 Q195到Q275 那么其中呢 钢号越大 就是数字越大 那么含碳量越多 强度就越高 速性和韧性会降低 所以与含碳量密切相关 含碳量越高 强度越高 硬度也越高 但是速性和韧性会降低 用Q来表示实际上我们的碳速结构钢 那么对于Q195和Q215而言 速性比较高 那么呢 软率冷观和汉阶 强度较低 多用于承受赫载较小 及汉阶构电 为什么呢 因为承受赫载能力比较差 对于Q235呢 就有较高的强度和良好的速性韧性 并且疑于含尖 注意 是目前应用最广的一个强度 是Q235 那么Q235呢 区负强度比较高 那么速性韧性和可汗性比较差 重点看一下Q335 那么是应用最广的 那么下面看一下 碳速球的表示方法 第一个牌号 说明到Q 表示区负点 Q有把区 首字母 怎么样 Q表示区负点 那么第二个区负点数值 比如说我们的R35 第三个质量等级 ABCD 第四个脱氧方法 总共包括这样四个部分 你要注意 第一个 那么碳速结果牌号 总共包括四部分 第一部分区负点 第二部分区负强度 第三部分质量等级 第四个脱氧方法 总共包括这四个 比如说Q235 BF表示 第一个 区负强度 是235 这样区负点数值 这两个等级 是B级 然后是谁 是我们的 肺腾高 你要注意 第一个 区负点 区 用Q表示 第二个 这两个等级 是ABCD 你要注意 ABCD 主要 A的最好 然后呢 小学习我们的脱氧方法 肺腾高 半震静高 震静高 和特种震静高 你要注意 肺腾 肺 F 半震静高 注意是B 小写B 是半震静 大写B 大写B 是质量等级 那么震静高 Z 特震 TZ 这两个质量 很好 所以代号 通常可以省略 震静 和特震静 此时 可以省略代号 因为质量 比较好 关于我们的表示方法 要重点的看一看 第二个 牛脂碳素 牛刚 你要注意 主要是谁 是我们的震静高 我们自己表示 那么相比呢 流磷的含量 一较盐 这两个呢 这两个 对刚才要演出 一样 有害的杂志 流磷含量 盐 一般 不得大于 百分之零点零四 不大于万分之四 万分之四 要注意 是一个流磷含量 流合力 注意 有害的杂志 那么 对于优质 碳素 关于呢 按照 含碳量 来划分 钢号 明暗 我需要 蒙含量 来分为 普通 含门钢 较高 含门钢 和高级 优质 碳素 结构钢 第一个 按照 含碳量 来划分 钢号 第二个 按照含蒙量 来划分 谁呀 我们的一个等级 包括 普通 含门钢 较高含蒙 和高级 优质含蒙 那么是 0.8% 和2% 以这两个 作为一个 零件数字 8% 和1.2% 那么看一下 表示方法 那么第一个 排号呢 用含碳量吧 用两位数字表示 比如说呢 45呢 称为45号钢 指的是 平均含碳量 注意事 不是45% 而是万分之45 0.4% 你要注意 那么第一个 首先是钢号 用含碳量来表示 数字表示 含碳量的万分数 那么第二个 对于 较高含碳量的 后面 加蒙 或MN 对于 高级 优质呢 后面 加A A质量等级 最高 第一个 叫排号 用含碳量表示 第二个 含碳量 所以 0.8% 和1.2% 加蒙 或MN呢 表示什么样 表示较高 含碳量 45MN 表示含碳量 是万分之45 那么呢 较高含碳量 A呢 表示 高级 优质 碳速 结构钢 你要注意啊 所以 优质 碳量呢 那么对于 6.5系列呢 可以为生产 预应力 混击素的 碳速钢丝 生产 预应力 混击素的 相关钢丝 所以 优质 碳速 结构钢 注意啊 第一个 那么钢号 这样用含碳量 表示是万分数 接着呢 含碳量 是0.8 1.2 两个 临界数字 第三个 普通低 合金高 注意啊 合金元素 一般不超过 5% 通过参加 合金呢 强度 大大提高 同时呢 可以节约 质量 多用于 大型结构 或 核载 较大 结构 重点 看一下 表示方法 同样 对于 钢号 千两位呢 同样 也是 表示 平均 含碳量的 一个 万分数 平均 含碳量 万分数 后面的 化学元素 怎么样 为所添加的 一个 化学元素 有个胶标 那么 胶标 表示含量 那么当 合金元素 平均含量 小于 1.5% 注意此时 仅标明元素 或标明含量 什么呢 合金量为 1.5% 到 2.49% 那么 分别用 什么样 2和3 什么意思 比如说 30 CR 30 表示 平均 怎么样 含碳量的 万分数 是 万分之 30 10 怎么样 里面 提起来一个 隔元素 不超过 5% 吧 下面呢 线标 没有数字 表示含量 是 小于 1.5% 如果是2 表示是多少 表示是1.5 到2.49 如果是30 CR3 表示是 2.5 到 3.49 你要明白 那么 关于 表示的 方法 他和谁 他和谁 我们的 优质 碳量的 一样 数字 都是表示 平均 含碳量的 一个 5万分数 你要注意 关于我们的 碳速结构 钢 那么看一下 常用的 建筑 钢材 这个点 要注意 重点 区别 一下符号 第一个 热闸光金 包括 HPB和 HRB 所以 HPB 表示 热闸 光源 钢金 HRB 表示 热闸 带类 然后 CRB 表示 冷闸 带类 你要注意 区别 HPB HRB 和 CRB 一个是 热闸光源 热闸 带类 和 冷闸 带类 还有个 RB 是 余热 处理 光机 你要注意 符号 所代表的 含义 那么 还有些 冷加工 热处理 运营钢丝 和运营 混凑 钢脚器 总共 包括这样 五个方面 那么 首先 先看第一个 热闸光源 钢金 做180万公断 来做我们的 冷弯 试验 第一个 热闸光源 第二个 热闸带类 热闸光源 用HPB 热闸 用HRB 后面 说的 表示 我们的 屈服 抢住 比如说 是 300兆带 同时 还有另外 两个标志 第一个 比如说 HRB 500E E表示 具有较好的 抗震性能 还有谁啊 HRB F 比如说 400F 是 细精力 热闸 带类光源 你要注意 E表示 具有较好的 抗震性能 F F是 细精力 热闸光源 要注意 关于 第一个 词号 以及字母 所代表的含义 所以 钢基 而言 觉得 钢基 级别的提高 其屈服强度 和极限强度 是逐渐增加 速性逐渐 降低 因为 含散量 越来越高 所以 运用力 混击速度 而言 多选用 强度 等级 较高的 钢基 比如说 HRB 600 HRB 500 什么 注意啊 HRB 还是这样 HRB 400 他们怎么样 都 适用做我们的 越硬力 钢筋 红筑 HRB 那么第二个 冷闸 冷加弓筋 值得是在 常温下 将热闸 钢筋 拉伸至超过 屈服点 超过屈服点 小于 抗拉强度 大于 屈服强度 小于 我们的 极限 然后呢 卸散 就可以支撑我们的 冷拉 热闸 钢筋 你要注意啊 第一个 特点 是大于 屈服强度 但是 小于 极限 那么 泻合后 不立即 重新拉伸 而是保持 一定的 重新拉伸 此时呢 强度 会进一步提高 塑形 韧性 急于降低 这种现象 就成为 冷拉时效 你要注意啊 强度提高 塑形 和韧性 降低 那么第二个 冷渣 带了一个 问题 谁呀 CRB 酿G CRB 这些都说 冷渣 带了一个 第一个 H 表示具有 高塩性 三个 那么第一个 是 一 有最好的 靠近能 第二个是 F 吸精力 第三个是 H 有高塩性 其中 CRB650 CRB800 CRB800H 使用作 越硬力 钢筋 混凝土 第三个 冷拔 低碳 钢筋 为什么要 两机 加进呢 可以用作 预应力 以及呢 用于非 预应力 好了 下面总结一下 就前面的相关 高塩性 而言 哪些 可以用作 预应力 的 混凝土 HRB 这样 热杂在内 600 500 和 CRB650 CRB800 和 CRB800H 以及 加击 冷拔 冷拔 低碳 钢筋 热 处理 钢筋 注意 这些 都 适用作 我们的 越硬力 混凝土 构建 这是一个 综合性的 多选 逃件 那些 适用作 越硬力 混凝土 选择 强度 比较高 第三个 强度高 用财神 主要用作 越硬力 钢筋 这个 整轨 第四个 越硬力 的什么 混凝土 钢丝 按照 松弛的性能 封印 低松弛 钢丝 WR 什么样 很漏吧 低 L 很漏 什么样 L WR 低松弛 第一个 谁呀 普通松弛 谁呀 Normal NOR MAL WNR WL 表示低松弛 L WNR 表示 普通松弛 第二个 外形 光面钢丝 P 螺纹类 白气 和刻痕 钢丝 光面 螺纹 和刻痕 分别善照 松弛性能 和外形 第五个 运营力 钢脚线 强度 比较高 这么特别 那么 适用作 大复合的 运营力 火能处 构建 哎呀 运营力 关用的 结构 用钢 第二个 钢结构 用钢 要是方法 宽度 厚度 和长度 怎么进来 宽厚的 肩膀 很长 主要 宽厚 长 单位是 多少毫米 在划分时 注意谁 厚度来划分 大于四毫米 厚板 小于四毫米 是我们的 薄板 那么第三个 钢 简单了解 自己看一看 这关于我们的 结构 用钢 那么第五个 钢材性能 这是一个 重度之中 典型的 核心的考点 那么性能 包括 第一个 力学性能 第二个 工艺性能 你要注意啊 要区别 力学和工艺 首先看力学 是刚才 最主要的 使用性能 比如说 抗拉强度 冲击性能 硬度 和疲劳性能 注意啊 第一个是 使用能力 第二个 工艺性能 它指的是 刚才 在各种 加工过程中的 行为 包括 冷弯性能 和 焊接性能 第二 是我们的 工艺性能 你要注意 第一个 区别力学和工艺 力学是使用 工艺呢 是加工性能 那么对于 力学呢 里面有一个 抗拉性能 对于 抗拉性能 是刚才 最主要的 一个性能 指标 包括 屈服强度 抗拉强度 和伸长率 怎么进来 偷工减料 去 拉伸 去 屈服 拉 抗拉 伸扬 伸长率 这三个是 抗拉性能的一个 主要指标 你要注意 第一个 区别 力学性能 和工艺性能 第二个 你要明白 那么 抗拉性能 包括 屈服强度 抗拉 抗度 和伸长率 下面我们逐一分析 下面我们看一下 屈服强度 你要注意啊 在复习时 第一个 首先要把握特点 第二个 要求能够 是图 那么首先 牵上第一个 弹性阶段 OA段 那么特点 当受力晚之后 如果 卸去外力 事件能够 恢复原状 此时的变形呢 就称为弹性变形 对弹性变形而言 硬力 和硬变 支撑一个正比关系 比值 就称为我们的弹性模量 那么此时 对应的硬力呢 就是我们的弹性极限 SigmaP 来看一下图形 横坐标 是硬变 动作标呢 就是我们的硬力 那么对刚才而言 首先第一个 数据阶段 那么此时 硬力和硬变 呈什么样 比例关系 是一条尺线 这一阶段 就成为一个弹性阶段 对啊 成为一个弹性阶段 那么硬力和硬变 只成一个比例关系 那么这个呢 对应的硬力呢 就是我们的弹性极限 SigmaP 这第一个 在弹性阶段 好了 那么经过弹性阶段之后 我们的刚才 继续受力 此时 就从弹性变形 进入我们的 塑形变形的 屈服阶段 此时呢 对于整个 屈服阶段而言 那么下限 所对应的应力呢 就是我们的 屈服强度 你要注意 就是我们的 什么样 屈服强度 SigmaS 你要注意 第二个 就是屈服强度 此时 对应的应力 主要是下限 而不是上限 成为屈服强度 SigmaS 对于钢材而言 包括两类 第一类 有物理屈服点 第二类 无明显屈服点 对于有物理屈服点的 钢筋而言 在设计时 一般是以 屈服强度 SigmaS 作为一个强度 取直的依据 那么对于 没有明显的 物理屈服点 一般呢 去EBS 等于0.2% 作为一个 明显屈服点 第一个叫 屈服强度 那么包括 弹性阶段 和什么名啊 和我们的 塑性阶段 总共两个 你要注意 那么第二个 抗拉强度 同样 第一个 特点 第二个 要求能够试图 那么对于我们 整个钢筋而言 经过屈服 阶段之后 然后呢 继续受力 此时呢 那么事件 抵抗 塑性 变形的能力 又重新提高 成为一个 强化阶段 此时呢 有对应的一个 最高点 C点 那么C点 对应的应力 就是我们的 抗拉强度 SigmaB 它也是 我们的 极限强度 你要注意 区分开来 那么第一个 首先是 那么从零点 怎么样 就应力应变 成为一个 比例关系 成为一个弹性 变形 此时呢 就成为弹性 底线 CMT 那么继续受力 从弹性 进入塑性 到谁呀 区分强度 那么下线的应力 就成为 区分强度 CMS 那么经过 区分强度之后 继续受力 钢筋呢 会进一步强化 强度 进一步提高 此时 对应的顶点 就成为 抗拉强度 三个阶段 和三个数值 弹性极限 SigmaP 区分强度 CMS 和抗拉强度 SigmaB 你要注意 总共这样三个 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 要试图 那么对于整个 刚才而言 在设计时 一般是以 SigmaS 比上 SigmaB 也就是 区分强度 比上 极限强度 成为区强比 用区强比 来反映 刚才 怎么样 刚才的利用率 和结构的一个 安全可靠度 比如说 区强比越小 表示 从区分 到破坏 中间的一个 空间越大 那么表示 可靠性越高 因此呢 结构就越安全 但是呢 如果说 区强比太小 此时呢 表示刚才不能 有效的被利用 你要注意啊 第一个 区分强度 第二个 抗拉强度 那么对于 整个图形而言 要掌握特点 同时要求 能够试图 在设计时 这区强比 区分强度 比上 比上的极限强度 也是抗拉强度 来表示 第一个 刚才的利用程度 有没有被浪费 第二个 安全可靠度 表示这样 两个方面 第三个 叫伸长率 当我们的刚才 达到区幅点 C点以后 那么 事件呢 由于受拉 在薄弱处 这边啊 会急剧的缩小 此时呢 速写变形 速度增加 产生 锁定现象 而短裂 你要注意啊 此时会发生短裂 那么对于 伸长率而言 它反映了 刚才的一个 速性 变形的能力 要注意啊 伸长率呢 等于我们 变化值 比上连长吧 因此呢 它的大小 与标局的长度有关 标局越长 伸长越小吧 为什么呢 因为 越靠近我们的 断裂部位 怎么样 它的变形 也大 所以呢 缩进去的 伸长率是比较大的啊 那么第二个 伸长率 它反映的是 钢筋的一个 速性 变形的 第三个 那么看下 第二个 冲击性能 那么它 反映的是 刚才 抵抗 冲击 赫载的一个能力 抵抗 冲击赫载 它通过 标准 实践的 弯曲 冲击 韧性 实验 来确定啊 那么事件 在冲击 赫载 作用下 折断时 所吸收的弓 那么成为 冲击 吸收弓 这个点 简单了解 重点 看一下 后面的应用 那么对于 刚才的 冲击 吸收弓 而言 你要注意啊 所以 实验的温度 下降 而减小 那么当温度 降低 达到 某一防卫时 那么 聚集 所小 会呈生 脆形断裂 那么 这种现象 就成为 冷脆性 你要注意 关键 在于应用 因为刚才 它具有 水着温度的 降低 那么 降低的一个 性能 那么对于 整个 刚才而言 那么发生 冷脆式的温度 就成为 临界温度 因此呢 对于整个 刚才而言 临界温度 越低 刚才的 低温 冲击 性能 就越好 因此 在实用时 关键 在应用 对直接 承受 冻吓在 而且 可能在 负温下 工作的 中药 结构 那么 必须 进行 冲击 韧性 实验 并 选用 脆性 临界温度 要叫 使用温度 低的 一个 刚才 避免 出现 冷脆 断裂 产生 安全 事故 第一个 特点 冲击 功 所以 温度的 降低 而减小 所以说 在工作时 要选择 怎么样 脆性 临界温度 低于 这样 使用温度的 相关 刚才 避免出现 脆性 半裂 影响 施工的 安全 重点 掌握 应用 第三个 硬度 它 表示 那么 表面 局部 体积 抵抗 酵硬物 压入 产生 塑性 变形 的一个能力 第一个 定义 第二个 它通常 采用 不适应度 A7B 来表示 第三个 那么 大小关系 数值 越大 表示 刚才 越硬 用A7B 不适应度 来表明 我们的 硬度 那么 A7B 越大 表示 刚才 越硬 第四个 耐 疲劳性能 指的是在 焦变 克载的 反复 作用下 刚才呢 往往在 硬力 原效益 抗拉 卷度时 发生转裂 那么 这种现象 就成为 刚才的一个 疲劳性能 对而是 反复 克载的 作用 对整个 疲劳的 危险性能 用 疲劳 极限 来表示 它 指的是 刚才 在 这样 焦变 克载 作用下 于 固定的周期内 不发生 脆形断裂 所能 承受的一个 最大 应力 注意啊 而不是 最小 应力 你要注意啊 焦变 克载 最大 应力 耐 疲劳性能 第五个 冷弯性能 它指的是 刚才 在常温下 承受 弯曲 变形能力 对于我们的 冷弯 性能实验呢 通过第一个 被 弯曲的角度 90度和180度 第二个 弯曲的直径 比上 湿电的厚度 D B上A 来区分 第一个 角度 第二个谁啊 第二个就是 弯曲的角度 也大 弯曲的直径 也小 表示 冷弯 性能 也好 第一个 指标 有两个 被弯曲的角度 90度 180度 第二个 弯曲的 直径 比上 谁啊 事件的厚度 D 比上A 来表示 那么第二个应用 弯曲的角度 越大 弯曲的直径 越小 表示 性能 就越好 你要注意啊 同时呢 通过冷弯试验 可以检验 刚才 是否存在 内部 组织不均匀 内应里 加杂物 未融合 和 伪裂缝 等相关 确信 重点 把握前面 包括 哪 两个 指标 第六个 焊接性能 指焊接后 在焊缝处 性质 与 母材 性质的 一致 程度 你要注意 那么影响 钢材和 焊性 主要是化学成分 即含量 你要注意 当 含碳量 超过 0.3% 可焊性 显著 降低 对啊 含碳量 是0.3% 那么如果是 硫的含量 比较多 会使 汗缝 出现 什么呀 裂纹 冰 硬脆 严重 影响 焊值质量 第一个 含碳量 是控制在 0.3% 第二个 要控制 硫的 一个含量 来保证 我们的 焊接性能 要注意 第五个 关于钢材性能 第一个 力学性能 第二个 工艺性能 这两个 要注意 区分开来 是一个典型的 选择考虑 下面我们看 一道七题 首先看第一题 下列关于 建筑材料 分类注意 说法 错误的事 考试要看清 是错误 还正确 那么 A 按照化学成分分类 水泥 水有机材料 有机焦灵材料 B 水泥工程 电油材料 是原材料 半成品 和成品的总成 C 水泥 火凝土 那么用量相对较多 影响投资较大 成为主要材料 D 主要材料 和次要材料 是相对的 你要注意 本期 本期是考核 建筑材料 分类 第一个 按照化学成分 分为第一个 无机 第二个 有机 第三个 复合 第一个是谁呀 按照造价 分为主要材料 和次要材料 首先看第一个 按照化学成分 谁呀 比如第一个无机吧 比如说 胶泥材料 水泥 石灰 石膏 水玻璃吧 都手用胶泥材料 其中呢 水泥 水影 水影 水影型 就用材料 石灰 石膏 水分 属于我们的 气影型 就用材料 所以A不对吧 按照化学成分呢 水泥 水影 无机 水影型 就用材料 不是有机吧 石灰 我们的 沥青 属于有机吧 水水域复合呢 我们的 滑凝土 沙浆 属于我们的 复合材料 因此呢 因此A 出发错误吧 第二个呢 按照造价吧 所谓主材和次要吧 材料是原材料 半成品 可这名总成吧 OK啊 输入特殊呢 注意 划分是相对的 而不是决定 A 说发错误 为本籍的正确选项 在复习室 第一个 掌握分类 第二个 区别我们的 无机 胶泥材料 水影型 和气性 第二道题目 下列关于 硅酸塩水泥性质 说法 错误的人 A 系统 用比表面积法来表示 水泥的颗粒元气 与水 反映的表面积 就越大 水化速度越慢 早期强度越低 但硬化收缩比较大 B 硅酸塩水泥 比表面积 应大于300平方 每千克 C 水泥强度 则是水泥 净浆的强度 D 水泥安定性不良 主要原因 是熟料中 油化的 油力的 氧化钙 油力的氧化铭 或石膏含量过多 E 水泥水化热 主要在后期释放 对大型的工程 影响鼓励 你要注意 本体指考和归顺的性质吧 第一个 什么样 细度 第二个 这样 我们的强度 第三个 安定性 第四个呢 是我们的 什么样 水化热 第五个 是我们的凝结时间 总共包括这样五个方面 那么首先 先看第一个 细度呢 对于细度类呢 通常采用 比表面积法来表示 那么水泥的颗粒越细 怎么样 面积越大 水的接触越充分 水化速度越快 然后呢 早期强度越高 而不是越慢越低 A 说法错误吧 B 怎么样 对于硅酸银 水泥有什么 按照规定呢 是怎么样呢 表面积法也 300平方每千克吧 B 说法怎么去 C呢 水泥强度 直到是水泥 浸浆 怎么对吧 不对吧 这是我们的 交沙强度 而不是 浸浆吧 怎么进的 是我们的水泥 比较遮准沙 是1比3吧 水泥呢 水泥是0.5 C 说法错误吧 D 安静性呢 是反映体积 变化的不均匀性吧 原因呢 有过呢 油里的氧化钙 氧化镁 和石膏吧 导致体积变大 所以怎么样 导致安静性不良 对水泥呢 那么水泥水化 怎么样 主要是在早期时刻啊 主要是在前期时刻 怎么样 对大体积温度而言 怎么样 容易出现 导致温度过高 出现裂缝 影响使用 所以说 对大体积 一般选择 我们的低热 或中热水泥吧 所以呢 A C E 说法错误吧 所以本题选择 B和D 对不对啊 你要注意啊 本题问的是 说法错误 而不是正确 考试 一定要看清 同时呢 在复习时 要养成这样的习惯 通过某一道习题 复习某一例考试 而不是 就题论题 通过题目来掌握相关的考点 来看一下第三道题目 下列关于粉煤灰说法 错误的是 A 国家标准规定 粉煤灰 硕食量不大于8% B 粉煤灰的主要材料 为含水硅酸制材料 那 驴龟玻璃制材料 和烧 什么样 和烧粘土制材料等 C 粉煤灰的比表面面积法 通常采用 淡气氛法 和透气法 第一 在 国家桌中 参加粉煤灰 可减少用水量 改善半合物的 灰性 你要注意 这道题呢 相对比较偏一些 这样 就是考核 常见像这样 谁呀 粉煤灰 注意啊 在复习时 第一个 注意 把握特点 区别 活性 和非 活性材料 那么第二个 重点 看一下粉煤灰 对于粉煤灰呢 第一个 收拾料 不大于8%吧 第二个 表面积 通常采用淡气氛法 和透气法吧 通过参加粉煤灰 可以减少 用水量 改善 什么样 活性的相关性能 什么样 采用排除法 必 说法所需啊 注意啊 火山灰的 主要材料 是这样三类啊 而不是我们的粉煤灰 必 说法错误 为本题的正确选项 你要注意 对于我们整个造价工程师 计量而言 考核时 都是选择题 你要注意啊 对于选择题而言 一般很少 或者很难 考试时 要追求一个面 所以说呢 在复习时 看书呢 第一遍 一定要将整个要塞 通读一遍 选择题 只要见过 那么选对 选对应当问题不大 因此呢 在复习时 第一遍 首先 整本教材过一遍 扩大一个知识念啊 然后呢 再详细的研究 相关的 核心考虑 就是关于我们的 第三道题目 看一下第四道题目 由硅酸盐水泥属料 和什么的火山灰质混合材料 质量是高 磨质而成的 水性的成为火山灰质 灰酸盐水泥 代号 会PT 和什么样 考 掺服料的含量吧 A 大于0% 小于等于5% B 大于5% 小于等于20% C 大于20% 小于等于40% D 大于40% 小于等于70% 你要注意啊 本题是考核水泥的一个 掺和料含量吧 你要注意啊 课本中呢 第一个 首先代号吧 包括啊 硅酸盐 P1型 P2型吧 普通硅酸盐 P0 矿渣 PSA 和PSB吧 粉维灰呢 TF 还有谁啊 我们的 火山灰呢 PP 掺和料呢 Tc啊 要注意第一个 首先等我代号吧 那么火山灰呢 注意啊 首先是 谁是5% 是不是2型啊 2到50呢 是我们的 普通硅酸盐 P0吧 然后呢 PSA是 大于20% 小于50% PSB呢 大于50% 小于70%吧 A B 用锅酸盐啊 C吧 那么对于我们的火山灰质 对于火山灰质呢 是大于20% 小于40%吧 那么我们的负荷呢 是大于20% 小于50% 水泥 第一个代号 第二个 掺量 第三个 应用啊 典型的 核心的选择考虑 本期呢 C为正确选项 来看一下 第五道题目 下列 适用着 大 体积 混合有 A 矿渣水泥 B 火山灰质泥 C 硅酸盐 D 粉与灰 E 普通硅酸盐 讲过吧 所以我们的 第一个 谁呀 硅酸盐水泥 第二个谁呀 普通硅酸盐水泥 怎么样 掺和料 鱼容量比较少 一个是 怎么样 0%到5%吧 一个是吧 没有吧 一个是 5%到 20% 那么 T的水泥 熟练的用量 比较少 早期的水花热 比较大 你看 导致 温升比较高 容易出现 叶缝 所以 一般 不宜用着 大 体积 因素吧 对象 可以 矿渣水泥 20% 到70% 火山灰质 粉与灰 20% 到 40% 大于20% 大量替代水泥 属料 可以减少水滑热 怎么样 从而降低温空措施 有利于 怎么样 适应于我们的大体积混准处 所以A B和D 为半期的正确选项 所以 重点就是与 掺量有关 掺和料 用量比较高 大量替代水泥属料 从有利于降低水化热 文声 来 看一下 第七道题目 下列关于 常用水泥包装 以标志 说法 错误的事 所以同样也是错误 A 大装水泥 每的净质量 是50千克 并且 不应当 少于标准之内的 99% 随机抽取二十代 总质量 应当不小于 1000千克 包含包装灯 那么C 散装发云时 应提交 与 灯装标志 相同的卡片 D 硅酸水泥 与普通 硅酸水泥 应当采用绿色 你要注意 关于标志吧 第一个 明白 灯装 是 经常没问题吧 谁不对啊 颜色吧 第一个 硅酸炎 和谁呀 普通硅酸炎 水花也比较大 一般不宜用作大气冲动吧 所以是 红破的警告 用红色吧 第二个谁呀 矿装呢 矿渣硅酸炎呢 肺无利用 所以多采用绿色吧 那么火山灰 水泥灰呢 多采用黑色 或者蓝色 D呢 受发错误 应当是红色 而不是绿色 因此 D为本级的正确选项 来 第八道题目 钢的牌号 由代表屈服点的字母 屈服点数值 质量等级 快样方法 等四个部分 其中 B表示 A质量等级 B半震静高 C震静高 B半沸腾高 你要注意啊 首先 首先 排除 半飞腾吧 没有半飞腾吧 你要注意啊 是半震静 而不是半飞腾 第一个呢 区服点 用Q表示吧 数值呢 比如说 235是 235兆炎 等级呢 是A B C D 大写 通常方法呢 比如说谁啊 我们的震静高 Z 特种震静 GZ吧 D是呀 半震静 B吧 沸腾上的 F B呢 所以表示的是 我们的半震静高 B 为本期的正确选项 B啊 叹速 就我们的一个表示方法 总共包括这样四个部分 来 第八道题目 普通低核静高 30CR 表示核金含量为 A1% B2% C3% D4% 你要注意啊 对于普通低核静高而言 第一个呢 核金元素含量小于5% 第二个呢 数字表示 含碳量的万分数吧 是万分之三十 然后呢 后面呢 格呢 表示 缩含的 核金元素的类型吧 用呢 如果是 A1%表示含量时 多好啊 小于1.5%吧 用2呢 CR2呢 表示时 1.5到2.49吧 格CR3呢 表示时 2.5到3.49 本期呢 右下角没有数字 所以 核金含量 小于1.5% 所以A为本集的正确选项 你要注意啊 关于我们的表示的一个方法 来 第九道题目 下列哪些 适用的 预应力 所以啊 本集的第一个考核 最后呢 哪些 适用者 越硬的钢筋啊 强度越高越适合吧 第一个是呀 HPB 热闸光源 HRB呢 热闸在内 CRB呢 是冷闸在内 你要注意 怎么样 A加B呢 500600400吧 什么呀 适用者 预定钢筋吧 CRB650 CRB800吧 适用者 越硬力钢筋啊 那么 A加进呢 不宜用者 预定钢筋啊 选择 选择我们的 B C和E啊 对于本集的颜言 如果没有把握呢 如果没有把握 选谁啊 我就只选 C和E吧 强度越高 怎么样 越是用者 越硬力钢筋 所以说 在选择时 我选择 屈服强度最大的 怎么样 暴征至少 可以得一分啊 你要注意 这也是做多寻的 一个基本规律 如果没有把握 宁可少选 绝不 所选 来 第十道题目 如下读所示 SigmaB 表示钢筋的 A 屈服强度 B 弹性裸量 C 抗拉强度 D 伸长率 你要注意啊 对于刚才 而言 第一个 区别性能吧 包括 第一个什么呢 力学性能 是使用吧 第二个呢 工艺性能 什么样 什么样 一个加工的性能 你要注意啊 首先区别力学和工艺 那么第二个 通过图形 对 横坐标是应变 纵坐标是应力 那么第一个呢 实际上 应力和应变 称比例关系 是一个弹性变形 这块片呢 表示我们的弹性体现 然后呢 弹性虫的 基础受力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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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形阶段 那么下线 一个应力 就称为我们的 区负强度 Sgm4 然后 此时呢 继续受力 继续强化阶段 应该呢 就是这样 我们的抗拉强度 也成为我们的 极限强度 因此呢 本体呢 SgmP呢 SgmB 就是表示 我们的抗拉强度 也就是我们的 极限强度 因此 C为本体的 正确选项 你要注意啊 SgmP 是弹性几千 SgmS呢 是区负强度 那么对整个刚才而言 在设计时呢 用我们的SgmS 区负强度 比上SgmB 极限强度 区强比 来表示 第一个 刚才的利用程度 第二个 结构的一个安全 可靠性啊 你要注意 该怎么分析 我们就不再追复 下面我们看一下 最后一道题目 刚才的性能 包括力学性能 和工艺性能 下列属于工艺性能的有 A 冷弯性能 B 冲击性能 C 抗疲劳性能 D 汉阶 E 耐疲劳性能 你要注意啊 本题是考核性能吧 力学呢 与实用有关吧 比如说 第一个 抗拉性能 第二个 谁呀 我们的冲击性能 比如说谁呀 我们的 赖疲劳吧 可能呢 包括什么呀 第一个 屈辅抢助 第二个 抗拉抢助 第三个 生产率吧 而工艺呢 与加工行为有关吧 第一个 冷弯性能 第二个谁呀 我们的 焊接性能 因此呢 A和D 为本题的 正确选项 同时 要注意应用吧 比如说 冷弯呢 通过 第一个 弯区的角度吧 九十一百八吧 第二个呢 弯区的指径 比上我们的 比上谁呀 透度吧 怎么样 比值来表示 我们的冷弯性能 总共 包括 这样的指标吧 弯区的角度 越小 幻境越小吧 怎么样 表示 我们的冷弯性能 越好吧 而看起来呢 第一个呢 含相量 一般是小于 百分之三吧 同时呢 要控制一个 柳的海面 一定要注意 所以第一个 分位 第二个 相关 使得的应用 这道题呢 也是 怎么样 依据的一个真题 本期呢 A和D 为正确 选项